請問我, 請問我 妹妹, 你看我的衣服漂亮嗎? 很漂亮 你也好, 有新的美麗擔當 別說去D妹妹會談的派對 我說你, 道德鄧娘D妹 怎麼這麼說人家? 妹妹, 你們還沒去? 我們等你去 豬女, 你幹嘛不換衣服? 還穿著那件? 我不去 為什麼? 媽媽, 我不肯穿漂亮的衣服穿 那蘭姨不肯穿漂亮的衣服穿 也不用穿著嘴巴 你當然這麼說, 你的衣服這麼漂亮 你真是傻妹 是傻妹, 我們要漂亮的話 不一定穿漂亮的衣服 你聽聽我, 我不是穿平時的衣服 人家說, 姐妹妹的美女 不是漂亮的外表 是漂亮在心裡的 你欺負我小女兒, 不懂事嗎? 如果這樣, 你又拿這麼多漂亮的衣服 我還是不去 豬女, 蘭姨不肯穿漂亮的衣服 你自己可以打扮自己的 是不是你肯借你的漂亮衣服給我穿? 我的意思就是說 蘭姨不肯穿漂亮的衣服給你穿 我們可以去找瑞叔 姐姐, 你們說也等於沒說 我還是不肯 豬女, 你等一會, 我有辦法 好漂亮 你們看多漂亮 我和伯姑去參加派對 看到褲子都這樣做著 快點照鏡 快點 漂亮嗎? 很漂亮 人家就說一朵大紅花 就要綠葉的符帖 我說你不單像大紅花那麼漂亮 也很有表的氣派 是否真的? 當然是真的, 你知道嗎? 一條絲巾是韓絲 法官花了兩千元才買到 兩千元掛在胸口裡, 漂亮得爆鏡 殺死人 謝謝你, 香姐 妹妹, 我們快去姐妹會 是你了 你看看你, 簡直是低老仔的臉 春天的天 那是怎樣? 真是說你, 說變就變 你們笑我 不是, 你說變就變 快點, 快點, 快點 想不到廣州城也有這麼多 我們的同鄉姐妹 妹姐, 阿香姐 如果你們下次還有姐妹妹 一定要叫我 放心, 我們一定會叫你 你玩得這麼瘋 不叫她的話, 有甚麼意思 就是了, 你才對 又唱歌又跳舞, 整個瘋 你們又欺負我 好, 瘋子 好, 瘋子夠了嗎? 瘋子夠了, 快回家煮飯 還有, 待會兒找我 綠色的彩條旗寶出來 把好它, 我今晚要留在這裡喝 知道 是, 再找那條杭州屎筋出來 知道嗎?看 是, 找那條杭州屎筋出來 知道嗎? 別玩了 朱禮, 快點把屎筋給我 阿香姐, 屎筋不見了 別玩了, 朱禮 不是, 我還要趕著回去煮飯 我沒玩了, 真的不見了 不是吧?你…你穩定一點 他在哪裡? 怎麼會突然不見的? 糟了, 如果讓伯姑知道 他肯定打死我的 你… 阿香姐 阿香姐 你們不要耍耍耍耍耍耍 說不定, 說會避免耍耍耍耍耍耍 不如回去找找找, 來, 走吧 阿香姐, 抱著 阿香姐, 我不是有心症拍那條屎筋 現在說什麼也沒用 你伯姑知道, 一定會打死我的 好了…你們兩個別再在這裡遮疊 那條屎筋也不見了 只好想辦法來補救 想什麼辦法? 真的, 姐妹不要一個人看到屎筋 肯定豬女剛才跳跳跳跳不見 那我去問爸爸媽媽拿錢賠回來 不要, 大奶奶兩千元 如果你問你媽媽拿的話 她一定會打死你的 大家上天不見到屎筋 讓伯姑知道的話 阿香肯定會被她打 你沒理由要我眼白白看見你們 你們兩個被人打 那怎麼辦? 又不能問爸爸媽媽拿 我們又沒有屎筋, 阿香姐交不到差 阿香, 你記不記得伯姑的屎筋 在哪裡買的? 我聽伯姑說 好像在百貨公司買的 那行了, 我們現在去百貨公司買 我們哪有這麼多錢買屎筋 豬女, 不是買 是我們去看看有沒有可以賣 如果有的話, 我們再想辦法去籌錢 但是兩千多元那麼多, 怎麼籌 兩千多元你當然沒有 我這裡有個團碟 裡面還有一千元的團款 你拿去用一千元, 我們再想辦法 那… 不太敢了, 我們快點走吧 伯姑今晚要用的 遲了的話, 事情只會越加越大 走吧… 爸爸 回來了 不見了伯姑的手筋 要不要跟爸爸說好呢 我不可以叫阿妹姐和阿香姐 幫我背鑊 怎麼會這樣 爸爸, 你沒事吧? 不行… 流血了, 我去找金伯伯 不用了, 豬女 鎖少許皮, 不要找金醫生 人家的藥都要錢, 知道了嗎? 給我拿一塊布水出來 來 來… 對了, 豬女 你又說去姐妹會那裡? 去了沒有? 你媽媽拿了一件飲料出來給你 去完回來 去完回來? 那你快點把衣服遮到櫃子裡 你媽媽的衣服是寶貝 你還要來的 爸爸媽媽賺錢這麼辛苦 我不可以向他們拿 阿妹姐的錢我可以以後慢慢還 但阿妹姐才只有一千元 還有一千元怎麼辦呢? 你怎麼不吃飯了?進房間幹什麼? 我幫你先收拾東西 算你乖了, 弄一隻雞給你吃 快點出來吃 來吧 這隻雞是爸爸媽媽留給我的 看來也值幾百元 還有我的團碟 阿聶, 我想合起來應該也夠了 又肉鴨又全折 三天就不行, 搞什麼? 阿聖姐, 我做了一條絲巾 還要害你把鴨子當成了 好了…現在不要感動了 現在最重要的是 快點想好東西去當店 要不然到時候人家當店 關門就來不及了 我們要快點 月晨八姑醒了之前要趕回來 幫我收拾吧 幹什麼? 阿聖姐, 阿聖姐, 三六狗在後面跟著我們 那隻三六狗很傻的, 無緣無故跟著我們 不是嗎? 那不是由他跟著我們 我們又沒有… 不是, 我們拿著東西去當店 他這樣跟著來, 我們去不了 是呀, 為什麼我們想不到呢 如果我們去當店讓他知道 他就會說給你的姑姑 到時候你拿額, 你拿去喝衣服 而且不見到那些屍巾的東西 屠幕都爆出來, 那豈不是… 那豈不是大了 那怎麼辦? 快點 不如這樣吧, 為何妹姐你 先拿東西去當店 然後去百貨公司買屍巾 我和香姐引開它 你小心點, 謝謝 三條靚妹, 鬼鬼祟祟的 十有景觀 你到底是誰? 閘警啊, 你是閘警啊 你們倆的閘警 原來是九哥 對了, 我們還以為是賊 賊… 三六九你不認識嗎?賊 我們以為有賊跟著我們 我們就在這裡等著他 對了, 你有空來人去幹什麼 你也有人跟著你們 我是警察, 你保護你們 原來是為了保護我們 我們… 那不是賊跟著你們嗎? 九哥, 現在賊又沒有了 那你可以走了 好 沒事了…他走了 你看, 妹妹已經壞了手 走吧, 快點 你三個閘兜鬼沒景觀就假了 你三個閘兜鬼沒景觀就假了 這條閘兜鬼還在 不過要三千元才肯買 他怎麼可以這樣 讓我去跟他說 沒用的 我剛才跟他說得嘴巴乾 他說這些是他老闆的主意 糟了, 我猜今晚要用 怎麼辦 糟了, 阿香姐, 對不起 怎麼走得這麼快? 你撞鬼了 對不起, 警察先生, 對不起… 阿婆, 你拿著這麼多錢出街 小心點 是的… 你幸好遇到這位警察先生 如果是另一個, 你的錢被人拿了 是的… 那倒是 警察先生, 你真好人 謝謝… 小心點 謝謝, 你真好心 小心點 謝謝…真好心 慢慢走, 那就是 你以後的錢不要亂放 謝謝… 你看 你看 那個三六九竟然偷婆婆的錢 朱女, 你別管別人的事 我們自己的事都還沒搞定 但是他… 不用但是了 這件事我們一定要管, 而且還要… 你的意思就是說 用三六九的不義之財 來買一條小手筋嗎? 但是那些是那婆婆的錢 我們怎麼可以這樣 那不是怎麼樣 我們現在只好拿錢來墮轉 那你打算怎麼樣 去喝吧 九哥 怎麼?三個這麼好口 什麼事? 沒有, 九哥 我們突然間很有無理 很想知道你拿著這個警棍 你今天之內抓了多少錢 是呀… 你想知道嗎? 是呀 我告訴你, 我現在下班, 我去喝茶了 古怪怪 我爹走 不送 現在的錢就拿到了, 怎麼辦? 阿香, 我們是把這些錢給老婆好 還是拿去買絲巾好? 好 我覺得還是要給老婆的 老婆說自己就算怎樣困難 也不能貪人的東西 但是老婆還在家裡等著 那… 我要把錢給年一張 每天怎麼都沒了 要吵了 ş子女兒 我去帶給老婆 我鴻天 他還是用信心 我去帶給老婆 我帶給老婆 我帶給老婆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谁的声乐 跪跪...跪跪 八姑 跪跪跪跪,跪跪,跪跪 八姑,不是有鬼 其實是我们的猪女搞鬼 你… 其实事情是这样的 我豬女就不見了 你那條杭州的真絲的手筋 她又怕我難做 就買了一條不是正宗的杭州的絲巾 就想頂帳 你不要責怪他們,好嗎? 那我又不會責怪他們 你剛才說要買一條 正宗的杭州絲巾給我? 是呀 那你不准反口 不會反口,八姑,你真是通情達理 我現在趕快去百貨公司 買一條真絲的手筋給你,好嗎? 豬女,我們走吧,謝謝,八姑 榮哥 你們三個找不到鬼道對了 給我一千塊 九哥,什麼一千塊? 問他們 什麼事?阿香,什麼一千塊? 三六九,她偷了我婆婆的錢 我們只剩下拿回來 不是吧?三六九 你連你婆婆的錢也偷的 誰看見我家的錢 誰看見我婆婆的錢 我們也看到的 你真是很可憐 連百姨婆婆的錢你也偷 我這裡不歡迎你,走… 財鳳佬 你說去百貨公司 買正品的杭州絲巾給我? 你還不急忙去? 現在就去,走吧… 三六九,為什麼你還不走的? 是呀,八姑 你很想說財鳳佬 買什麼正品的杭州絲巾給你? 他們不見了 炳哥送給我那條杭州絲巾 那我要他賠給我吧 什麼?炳哥送給那條杭州絲巾是正品的? 炳哥會送正品的絲巾給你? 我告訴你,你生日那天 炳哥送給你那條是假的 我陪他買的,你也知道的 說我沒有陰公 其實你真是沒有陰公 這樣也來冤枉別人的財鳳佬 你這麼大聲幹什麼? 博被人聽到嗎? 你也怕被人聽到嗎? 那行 我告訴你,一條假的小絲巾是幾百元 真的杭州的小絲巾是幾千元 我今天不見了一千元 我又不貪,你賠一千元給我 那我就不說了 你不要去搶 八姑,什麼搶搶聲這麼難聽 你連給我都行 不過我的口很疏 你真是不貪,你快點給我一千元 什麼事都沒有,不然我到處唱 你… 原來你是欺騙人的 我告訴爸爸 你這個臭小絲不要走 啟頭 好了好了,現在烏鷹漏了沒有? 對了,一馬女神 你… 豬女神,這裡一千元 你快點把阿鄉的手鴨 和你的飲品熟回來,知道了嗎? 爸爸,我以後不會了 還有以後? 告訴你,這千元爸爸借給你 你要勤勤力力做事 生生生生做人 不然的話,爸爸和媽媽拎你的頭來 是 好… 跳得好就好,坐… 一年跳到三支曲,真是爽 局長,你這杯威士忌加個冰 來 好… 局長,你的母子簡直是有型、瀟灑 風魔全場 文化人即是文化人 說的話你也有點不同,對嗎? 對… 對了,局長 關於警局要添置兩輛汽車這件事 我們也談了一整晚 那所有細節你也知道 這份核桶你再看一看 如果沒問題,在這裡簽了它就行了 董事長? 董事長 對了,我有你急事要處理 我回原地再找你 董事長 對了,你方便的話 就送我這個朋友回家 沒問題,那它住在哪裡? 很近的,八雲山腳 八雲山腳? 黃之丫,這麼早? 大姑子 幹什麼? 沒有,阿智峰出去了談生意 談了一整晚還沒回來 談生意?他說的? 不是,我看他每天回來都累了 看到我身上也痛了 鬼話 什麼鬼話? 我…我不是說你 我是說你老公 他騙鬼吃豆腐,說謊騙你 為什麼你要這樣說? 不是嗎? 別說你老公是男人 就說我阿炳哥 他就說一整晚不回來 就告訴我,我要談生意 談一談一談,原來談到他沒聽到 滾紅滾綠 你阿炳哥還是你阿炳哥 我老公還是我老公 我老公不會出去滾的 我告訴你,你老公這麼英俊 你確實看 遲早就給狐狸精,把牠勾走 阿伯,爽手一點 吃了一整扇豬油,沒賺的 是呀… 對了,忘了告訴你 明天記得準時交租 行了… 老公 夜貓飯,審審貓吧 老公,你回來了? 老公在這裡單單打打,說什麼? 沒有,他說給我們聽 明天要交租了 錢…又是錢 老公,是不是單單生意沒有談成? 我很累,你別吵我 老公,老公,你昨晚去哪裡談生意? 老公,你昨晚去哪裡談生意? 為什麼西裝上一股女人的香水味? 夠了 你怎麼這麼大聲地跟我說話? 我在外面貧貧婆婆,都為了這個家 為了談成一宗生意 老公,我被人當時有點點來點去 回到來打算休息一下 誰知道你問來問去 你知不知道怎麼做人的老婆 知不知道什麼是嚴亮淑德的 你…那你就不可以跟我解釋一下嗎? 我又不是犯,我又沒有做錯事 我有什麼事要解釋? 子豐,我是你老婆來的 我在這裡等到你一整晚 你是我老婆,你就應該相信我吧 現在…現在你擺明就不相信我 你去哪裡? 不關你事 別走 難道關我事? 牛局長 牛局長 進來…請坐… 請坐… 牛局長,你這麼早就過來 不是,是不是簽那個汽車的合同嗎? 不好意思,我今天不是來找你 我是來找韓太太 找我? 聽說你的聲音好了,可以唱歌了是嗎? 牛局長,你心裡有心了 我的聲音早就已經好起來了 這樣就太好了 美生洋行還沒辦了一個堂會 想請你登台表演 好,董事長呢,我拿了你訂金來 婆婆,你又出來唱歌嗎? 怎麼樣?你先生好像有點不太願意 不是,願意… 那也好,那就好,那就天都光亮了 現在時間比較緊迫 你最好如果方便的話 跟我去現場看一看的場地 順便跟那些樂師溝通一下 麻煩牛局長你等一等 我馬上換件衣服,跟你一起去 好的 阿萍 你怎麼回答牛局長去唱堂會? 明天我們要交租嘛 阿萍,我告訴你錢的事你不用擔心 我會搞定的 那你有沒有搞定? 我就覺得你盡快搞定 那個茶香水的女人就真了 到現在你還是不相信我? 那你陪我去美生洋行 豈不是一樣是不相信我? 我陪你去,是打算有些東西這麼重 我幫你拿而已 我批評你,我真的不喜歡你出去拋頭露面 劉局長 黃師奶奶,你終於來了 五教頭都到齊了,還在等你 請 我是她老公 不行 劉局長,這是什麼規矩? 不好意思,主人家說了 無關人事,行不停不讓進去 我不是無關人事,局長 子豐,這裡是別人的地頭 都是聽別人的 當然了,但是… 別打擔心了,我懂得照顧自己 你先回去吧 那你小心點 韓師奶奶是個明白事理的人 走 Muffin,狂子,你哪裡做大戲? 是 好 兩位女士可以進去 好 不是吧,局長 他們能進去,我不能進去? 能進去 不是 不用這麼猶豫 聽我說清楚 你能進去,下輩子投胎做女人 就能進去 你喝吧 喝吧 阿漢,說就說了 那個董事長不知道是什麼意思 有什麼理由只給女人入 不給男人入 是嗎? 我現在才發現 這個世界還有人仲女興男 仲女興男 被人賣了,還要幫人掃錢 這些女人 為什麼? 你說了 光是讓女人入 分明是想偷偷東西,是嗎? 不讓我們的帥哥進去 就怕我們搶了他的風頭而已 是嗎? 兵哥,按你的意思這麼說 那個董事長,不是鹹蟲嗎? 還要問阿貴嗎? 做了一件又老又醜的老淫蟲 我不是不提醒你 你老婆生得這麼好 你真是打醒十二的精神 看著她才好 兵哥,你真是會開玩笑 不是開玩笑的 是呀,別說我不提醒你,一場老友 我能信我老婆 我知道你能信你老婆 但最糟糕,那個老淫蟲信不過 表面上就叫你老婆進去唱歌 實情是怎樣? 這些事心照吧 不怕的,有牛局長在那裡 看來她也不敢亂來吧 是嗎? 幹什麼? 你沒事吧? 人少許罵給你聽吧 牛局長,你也信得過 你還沒跟她去過武部廳 她看見舞女那種飛琴大咬仰 別說她了… 不過千萬不要出門說,我不是死人的 你沒事吧? 是呀,沒事吧 沒事,我剛才想起還有點事還沒做 我先走了 好 怎麼跑得這麼急? 她怕她走慢點,她老婆被人吸引了 平時懶惰詩問 實情一點風度都沒有 原來你是作大點事來嚇她的 鬼鬼這麼活該 在我們面前裝模作樣,充滿詩問 你也會嚇醋嗎? 什麼?我洗嚇醋? 瘋了 不吃了…出去走一走 嚇醋 你這麼快就走了? 是呀,免得在這裡喝醋 老婆,你沒事吧? 韓師奶,你真是嫁了個好老公 不見了一會兒,到緊張成這樣 牛局長,你怎麼來了? 這個正所謂情人眼裡只有情人 對了,董事長給我的胡花使姐任務 我已經完成了 對了,董事長,叫我帶來的禮物 請收下 那我們明天見 謝謝,牛局長,明天見 好,再見 明天見 阿平 阿平,明天還要去嗎? 今天是對戲,明天才正式走台 阿平,今天他們,我對你幹什麼? 什麼意思? 公仔不用畫出獎子 我真的不太明白 我意思是說,牛局長、董事長他們 他們有沒有賤你便宜? 你想我是什麼人? 你以為我是那些水承羊花的女人嗎? 老婆…老婆,我不是說你 我是怕…怕那些色情人 麻煩你,別拿你那些小人之心 當人家是君子之福 我…我小人?我也是擔心你 如果我不是擔心你,我會… 夠了 你渴我? 我在外面排場已經夠辛苦了 回來你又要問這樣問那樣 我真的不知道你知不知道 什麼是為人丈夫 什麼是溫柔體貼? 這個怎麼這麼熟? 你忘了嗎?這些是你自己說的 來,你跟我說洋行那些好嗎? 洋行大不大,漂亮不漂亮? 沒什麼好說的 對了,董事長究竟是什麼人? 韓智峰,這些才是你最想問的 好啊,那你告訴我 那天你心上那股香水味究竟是什麼回事? 你根本是兩回事 你怎麼拉起來一起說的? 那你不說,我也不說 你… 你怎麼手指指,我又不是犯人 你怎麼這樣指著我 我又沒有做對不起你的事 我是你老公,有什麼不能說的 你是我老公就更應該信任我 這些都是你說的 我大謊話說 只有官仔骨骨雙貌堂的文化人 不用怕死老公 老公,你在這裡沉沉沉幹什麼? 是不是還在想 我在想美生陽行董事長那件事 其實,我告訴你 是…行…你什麼都不用說了 有其他男人對你老婆好嗎? 你不合做嗎? 我相信你 行,你說的話,那我睡覺了 我還相信我自己 榮哥 阿凱 今個月的房租,你怎麼樣 好… 你怎麼撿得這麼企業? 我打算今晚去接阿平回來 我明白 原來想去試試阿威 跟那個美生陽康董事長 咬咬手關是不是? 對的 那個老爺跟我有得比嗎? 那倒是,只是蚊子跟牛腿 沒得比 以為是你了 永哥,餓了什麼? 接你老婆那個帥子 對的 對的 什麼都來了 阿伯,別擦嘴巴這麼大 不然口水都漏出來 你胡說吧,混蛋 想不到董事長這麼英俊 還有很多錢 要不然我老婆看到她 眼睜睜地禽青到死 正一發發點 幸好我老婆跟你老婆不一樣 那倒是,當然不一樣 如果是一樣,她就喜歡我老婆 我老婆 平哥,你又不要瞞我了 你是不是知道什麼? 我又不是知道什麼 不過牛局長是這樣說的 你這個董事長從金山回來的 而且在金山那邊 是數一數二的有錢人 難怪牛局長 一說到這個董事長的時候 他的樣子像個狗一樣 這個有錢能使鬼推磨嘛 不過我始終是相信情比金堅 什麼?情比金堅? 我是你這個大老發瘡 平哥,什麼意思? 什麼意思? 男人不怕說清楚了 男人有錢就壞 女人沒錢一樣壞 男人有錢就飽亂私淫慾 女人沒錢就有賺錢的 賺錢就什麼都做 這次美生洋行搞這個堂會 那個董事長是點名要你老婆參加的 而且價錢很高 高到可以在廣州請任何一個大老官 那…她直接請大老官就是了 為什麼要請我老婆呢? 那就心照了 用不著畫公仔畫出牆嗎? 你怎麼會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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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別走 人家還在外面等著我去走台 走什麼台?不去了 不去?不去我怎麼演出? 我跟牛局長說了,我們不去唱了 你瘋了,我連訂金也收了 你現在就叫我不去唱?那怎麼行? 訂金我會親自退給董事長 你…你沒有交租嗎? 那些租金我會自己想辦法 想辦法…你不交租,你想我們逛街嗎? 我寧願逛街,也不想被人滾走我老婆 韓詩啦…那個帥哥來接你了 還敢來?我教訓他 喂… 飛哥…快點下來,有戲看 飛哥 志豐,你幹什麼? 你這樣看著人很不禮貌 男人之間的事,你別管了,走開 當然了,如果是我 誰知道看著他,拼他也敢吧 不,他給你戴綠帽,當然要打他 你說什麼? 你說什麼? 我們幫他們而已 怎麼他們兩個這麼齊心? 對了…你們弄錯了 你們應該看著他,他應該看著他 不關我的事 不關你的事,難道關我的事? 多想 你們別這樣 別這樣 志豐,你誤會了 我沒有誤會 你不是說他是證人君子嗎? 好,我就讓你看看他究竟是什麼人 有東西看… 你說,你天天這麼恩勤折送我老婆 究竟為了什麼? 為…為了工作而已 我不是你真正的目的 為了錢? 是,為了錢? 是,握手 他是我司機,替我工作 要不是為了錢,為了什麼? 你…你是誰? 他?你也不認識嗎? 他不是我們李新陽港的董事長 王太太嗎?你是董事長? 我就是小鳳仙 小鳳仙? 你以前和阿萍一起唱曲 後來嫁到金山那個大師姐嗎? 是呀,我這次回來 就想把陽港的生意搬到香港 過一次浮不容易 所以我就請牛局長出來 和師妹一起聚一聚 順便唱一首曲 好,別戲看了 那我真是謝謝你,大師姐 阿萍,有什麼事你不早點跟我說 搞到現在,吊架了 那你不相信我,我說什麼都沒用 我… 那你上次幫劉局長送那個女生回家 你還沒告訴我嗎? 你怎麼知道? 其實那天我也在沒有聽 只不過你不認識我 關於你送女生的事 我已經跟阿萍解釋清楚了 其實兩夫妻有什麼不對就說得對 最重要是說個順字 阿萍,由頭至尾都是我不對 我錯了 那你知錯,你打算怎麼補償? 那… 我還有應酬 阿萍,你又要去哪裡? 嚇嚇你而已 嚇我而已? 嚇嚇你而已 嚇嚇你而已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CANADA